141 信報財經新聞 自由行人數急錯 2015年7月11日要問A01中央由今年4月13日開始 收緊深圳戶籍人士自由行政策委一週一行 至今已接近三個月 入境處數字顯示 自政策實施後 內地來港的自由行人數錄得三年跌 且按年跌幅不斷擴大 4月13日至30日的跌幅為4% 5月則是4.8% 至上月跌幅更突破商位數至11.1% 自由行人次指得約200.02萬 為入境處發言人指出 由於政策實施時間尚短 故有關成效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夠完全顯然 較5月跌11.1%自由行人數減少 亦直接影響內地訪客總數 4月13日至30日的內地訪客總人次為229.76萬 較去年同期增加6% 5月錄得360.86萬人 增長以見放緩 惡年升幅5.16月更首次呈現跌勢 內地訪客人次331.61萬 惡年減少1.8% 要問自由行人數得錯 5.18% FM 10.18% 14.19% 1.18% 1.18% 7.18% 11.18%